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之心 美国之音 那不就是他的心吗 他说名单中只有16人是政府高官 有的企业家只是卷入民事纠纷 是因为什么政治反对派的支持者和资助者而被通缉 但是实际上西方地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是在造谣 你知道吗 首先在百人名单当中 是一把手的就达到48人 你知道吗 涉嫌贪腐的达到60% 而且其中很多人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人员 都是党员领导干部 所以触犯党籍国法必要受追查 你可以看看照片 这是最近北京抓回来一个 这是叫孙新的从柬埔寨被压解回国 这是北京新闻出版局原来的出纳 到了柬埔寨听说也 出纳能够 出纳就搞钱 弄了贪污上千万的 什么叫出版财务 北京新闻出版局的出纳 你都不叫出纳这个词 我知道出纳 但是就这听起来像一个特别小的一个词 会计嘛 会计最容易贪钱了 他要是不法的话 所以他要不是也是没有废了本行 在柬埔寨靠什么谋生呢 会计 在柬埔寨也是 专业人士 对 但是这个我就不是还不是 你说 我想说你刚刚说到那个人权问题 我你知道有这样一种事 就是当然国外呢 是有很多中国跑出去 真正的所谓的流亡人士也好 反对派也好 但还有一些是怎么样 你知道现在有些专门帮这些人搞移民 怎么搞 假如你贪官 你比如说你是个民营企业家 你贪腐是吧 你外逃 逃出去 但是你逃出去的时候 你将来呢 你虽然就算现在没有引渡条例 或怎么样 你好像安全 但谁晓得哪天会怎么样 比如说现在来这红色通缉令 是吧 你知道他们怎么搞 来确保自己安全 几个路子 其实这个路子 你钱够多的话 我们一般以为他去了就低调吧 对不对 但你看这回出来 有些名单上的人不是这么干 他高调 高调投入当地政治 比如说民主国家里面 你去拉结一些这些巴结一些议员 给钱资助 甚至自己来参选 把自己变成政坛人物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将来中国要怎么引渡你 就很困难 还有一种 这个更绝 这就是所谓政治反对派 怎么样 你本来一辈子 就是表面上都是乖乖牌 很听话 好党员 然后贪污腐败 跑了到外头 一到外头之后 就有一些人 他隔几天 就没到几天 跑到那边的中国大使馆前面 举牌抗议 然后要人拍下来 拍下来 拍下来 这时候呢 再倒当地 我要政治庇护 你看我是反对派 经济犯冒充政治犯 对对对 这招老来了 以前就常用 以前一直有 最有用的就是法轮功 然后就账毒 对对对 然后他就把这两个东西照片一拍 最好不能回过 一个手装毒 一个人法轮功 好了 政治避难 而你说的头一种人 我跟你说 正是我下边想讲的这个人 迈克尔牧阳城 什么什么迈克尔牧阳 中本点 城牧阳 在加拿大已经有了外国名字 迈克尔牧阳 点城 迈克尔牧阳城 城牧阳 再看看他再像 这是谁 耳东生 你觉得像不像耳东生 你觉得像耳东生 吓死人的 是吧 对他们有人说他长得像张国荣 我觉得也不像 张国荣 像耳东生 耳东生也没那么像 对对对 城牧阳 他还有一张 你再看看 这是他在加拿大的房子 豪哲 就在温哥华西区 就在温哥华 好地方 他的三个孩子都上的是私校 就当地名贵的私校 你说的太对了 你知道这个迈克尔牧阳城 在加拿大跟联邦省市三级的议员 他都有政治捐款 所以现在他的新闻一发 有些议员在当地纷纷开发布会 就说如果证明他是犯罪者 我们会退回这个钱 但是我发现这比他在国内 摊的钱少多了 这算政治现金 我一看说他给哪个议员 什么政治捐款 都是几千家元 差不多 几千家元 排面上当然政治现金 比如说美国那种大型企业 怎么样把钱弄过去 给好处很多方法 但门面上讲 在这些西方国家里面 你做政治现金 政治捐款 他有一个上限 而且你要报 你上限可能就不准超过 一万或者两万 甚至有的时候是几百几千都有的 而且你必须要撑报 就如果一个议员 比如说我当选了 我当选议员 当选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 我拿了你 比如说窦文涛 我们规定的是要 拿了就要报 而且不能超过一定数额 但是我多拿了你一千 我没报 就这么没报一千 或者纯粹忘记漏掉一千 只要被发现 你整个人就完蛋了 那这样的话 那我也可以去影响政治了 几千块钱 施舍给他们 可以啊 那就能影响了 排面上 不是就说这个 迈克尔沫阳城 在当地也是大 做房地产的 好多地产项目 然后就是说他的 你看他还真的是 对政治有兴趣 他的女儿 就是咱们去的那个大学 什么哥伦比亚 那个那个那个 UBC 就读政治 他也想让他女儿 好像是走上从政的路 这玩意真是家学渊源 但我说了半天 这个迈克沫阳城 原来在国内是干嘛的 他跟我太有关系了 你知道吗 他是我们河北省前省委书记 陈维高的儿子 沐阳城 是维高城的儿子 你知道吗 这个而且呢 大概是 官二代 他最后是取得了香港人的身份 在香港人的身份上 去了加拿大 现在把他弄回来 有个麻烦就在于 他是已经是取得加拿大 永久居民身份 那么他这个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讲这个 对不起 我再打个岔 他现在如果已经取得 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 那他国籍已经是 加拿大国籍了吗 不不不 永久居民等于绿卡 对他还没入籍 国籍还是中国 因为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 对 也就是说假如他入了 比如说有种情况 假如他根本入籍了 那我们不就拿他没办法了 也可以引渡啊 犯罪犯还是可以引渡啊 你就是一个加拿大人 你在中国犯了法 对 我们还是可以叫 有个加拿大人 跑到这里放炸药 对对对 我们还是可以叫加拿大的人 对 反正呢 你现在你现在弄他呢 是有一点 需要至少需要时间和金钱 你知道就说成本也很高的 对 以前有赖苍兴吧 就搞了很久 对啊 你要把这么一个人弄回来 要是在东南亚邻国的 就刚才那会计啊 成本还低一点 这玩意要花钱 柬埔寨路径 他们说就是最低的 就是这个猎狐行动 最低的成本 也得一万美元 好像是 就是 那很便宜 但是最高的几百万美元 就是你要是 那看他带出了二十个亿 那几百万 法律诉讼啊 或者很多事情 但是我就是说 他当年 是怎么样一步步走上这个道路的 你知道 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这个 原来的河北省委书记 陈维高啊 当年号称河北省 最大的包工头啊 他原来在南京任上 所以你知道 我 所以我就觉得很亲切啊 南京二建 南京二建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河北是近人皆知的秘密 从1993年到1996年 我们石下庄市乃至河北省的建筑市场 几乎所有特大项目 都被南京二建摘入囊中 程维高 因此得了个外号 河北省最大包工头 那作为这个包工头的少爷 这麦克尔沐阳城呢 他自然捞了好处 南京二建 曾经为这个麦克尔沐阳城 慷慨电资3000多万元 干嘛呢 直到2000年 程沐阳出逃海外 还有一千多万 没有归还 而且他还跟什么有关系啊 这沐阳城 你别看他长得像影星啊 他的第一桶金 跟那个当年那个过把银有关系 什么是过把银 那个电视剧 这是那个根据王硕的小说 改编的 郭把尹就死 郭把尹就死 就是谁啊 那个女演员 我都忘了 跟王志文演的 当年很火的电视剧 他呢 给自己弄了个制片人的头衔 他就是拉广告 你知道吗 就是他的很多钱来自于 都知道他是省委书记的孩子啊 他就跟企业拉广告 最后拉了这几千万的广告 甚至有的能够到什么程度啊 给你这企业拉了几百万吧 你这个广告费啊 签了合同 打到我私人的户口上吧 比方说我答应给你在中央台 或者在哪个电视台放广告吧 最后这个广告不放 钱就收了 啊 还能这样 又这样呢 就你就 这卖卖 当年在国内啊 这都是有公开 这就不是我们 讲的道理有道了 对对 还不如那辆绑匪 就是啊 这个 你知道到最后说 沐阳城啊 到外国看着挺洋气 经常一相变影的 跟政界人士 实际上当年在我们十二庄 你看也挺土鳖的 在车后边放着编织袋 十万块钱 编织袋收钱呢 收现金呢 收的钱太多了 就每天 在车后边就装编织袋 就把钱放车后箱 有的时候刚收了钱 高兴 拿出三万 就扔司机身上 沐阳城啊 我很羡慕啊 你这真是 不过现在这种通缉令啊 它起了两个作用时 我觉得是很明显的 一个就是 有很多中国犯规犯法的人呢 有一个假定 就是说 我犯的是共产党的法 只要离开了这个地方 我就安全了 对不对 现在等于是一个信息 就是说 你别以为 你逃过了这一关 因为你犯了 共产党的法 这个贪腐的 这个是全世界都是法 西方国家 它可能对贪腐 管得还更紧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很好的警告 我觉得它的目的 还不仅仅是 追回一点钱 或者给人一些惩罚 更主要是 国内现在正在贪腐的 千千万万的 这些贪官 对他们是一个警告 就是说 你没有一个 安全的地方 可以让你逃走 不过 不过这个事呢 就现在成不成了 就是红柿追击令出来 或者猎猴行能出来 当然原因很好 但出来之后 到最后的收效有多大 我觉得还要观察 他最近会遇到很多问题的 那些问题包括什么 比如说 就是资料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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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看到 他牵涉到一个中国法律 跟对法律的看法 整个司法制度 跟国外的司法制度 能不能对接 或者有没有 可以碰得上的平台 的这个问题 因为你在国外 你比如说 他们说他们现在 受到西方国家 或者他们出逃地方的保障 他给你讲人权 对吧 他到中国大使馆 闹完闹 结果变成了政治犯 很多这种问题很复杂 那么这些东西 他全都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第二个好处 我讲第一个好处 是对国内的贪官 那个震吓 对不对 第二个好处就是说 就在这两种 不同的法律系统的 艰难的交接当中 对我们的正在进行的 法制的反贪复 会有好处 就是有些东西 比方说我们原来 如果说有的话 我们是从政治运动的 角度来讲 对不对 你老爸完蛋了 你儿子就完蛋了 你老爸没事 你就被包庇了 诸如此类 从搞运动的方式 来反贪腐 那你跟另外一个 法制系统一接的话 就是反贪腐 是应该这个社会常态 所以我觉得 这是第二个好处 对第三个好处 咱们广告之后接得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再次回答 你说这个沐阳城啊 我为什么我就对他比较关心呢 就是他这里边反映有些问题 你看啊 这个当年 城沐阳和保定民营企业八大集团 以外资名义 与石家庄新华区政府什么市场官委会 成立了一个房地产有限公司 就是个民营公司吧 急需五千万投资款 按规定财政厅的钱 不能转给民营企业 就是你政府之间的钱 只能政府之间周转 但是在他爹这个 陈维高书记的这个这个受益之下 啊 陈维高批了嘛 财政厅 河北省财政厅 让保定市财政局办借款手续 从省财政资金中 拨给这个八大集团 民营企业八大集团 三千七百万 后者很快把钱全部打到 沐阳城的香港账户上 哎 我现在就觉得 就是说因为反贪 接出来一些事情之后啊 我作为这个小民呢 我就觉得经常有点 甚至你看 当年那个内蒙古 那个杀了他情妇的那个 那个赵黎平 赵黎平那个案子 他之前签设那个案子 那天我在这念嘛 根据财经的报道啊 我都发现 有些事情不是我能想到的 嗯 就是 等于是啊 某地的政府的钱 可以用来去行贿 另一个地方的政府官员 嗯 因为就公款行贿 公款 咱咱以为 这个你行贿不都是私人掏钱行贿 现在都变成 领导一批公款支出 这公款支出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到那边打点 打点的是谁啊 还是那边的 公款的 公家的机构 你说这个其实早就 你怎么会 一点都不晓 这早就尝试了 我是多纯洁的孩子 我跟你们这纯洁的孩子 我就把这个世间的险恶告诉你 你知道 这两年不是打摊之后啊 有个东西被遏止了吗 嗯 就是北京 全国吧 那种呃 叫做什么购物卡 啊 你说吧 那种消费卡 百货公司的 或者商场的 不是常发那种礼宾券 那种卡吗 那么现在这种卡被遏制住了 你知道这种卡 过去就常常用来干这事 表面上看 其实都不是贪 怎么样讲呢 他是讲 比如说 你看各省各地 不是都有住金办啊 住金人员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 他不一定是住金办 他可能是有很多住金的小单位 事业单位 国营的事业单位 省地方办的 到北京派了 他每到过年过节 然后他们就要想办法给京城里头某些官员 相认是官员送点贺礼啊什么的 那送卡 送什么礼好呢 就送那种商场的那种购物卡 嗯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在北京市 比如说我当个不晓得什么部门的一个一个小处长 那么全国几十个地方 然后被我管辖 或者我有机会管得到的 接触到的那些各省地方的事业单位 加起来可能有几百家 嗯 每家给我送个 用公款这当然是 嗯 公款签出去 每家给我一张 一年一张 一千块或五千块的购物卡 我年底这一关捞回来就几十万了 嗯 所以为什么这种卡才会有个交流市场 你知道 你知道是人买卖吗 这卡 对 所以你看它是这么来的 所以用公款去贿赂另一个部门 是很常见的一种腐败 所以你知道现在就是说 有时候 这是另外一种货币了 对 就某个地方一个一出事就是拨案 就这个办公室啊 十二个人 全是这个贪污腐败 行贿受贿 那么你知道这就意味着啊 这个相隔两地的两个政府部门 他们这个年度的这个预算里头 财政资金的支出里头 等于有一笔账 是行贿另一个地方的某一个政府部门的 那么他不是 我原来理解是行贿某一个人 他现在不是啊 他有的时候是 这一个部门 就要这个过路费 加强合作 对吧 你要办成这件事 加强合作 这种事情更没有顾及了 对 因为给的人呢 是为了我们这里的地方利益 对不对 我本来东西 我从湖南运到河北 我有困难 现在我花了这笔另外的钱 我们这个困难就解决了 所以我是为工薪 对 预算上面 我听过 那你河北来说 我给这个好处 我又收益 我这里奖金也发得出去 大家也高兴 这都是出于工薪啊 都是一片担心啊 这个预算上头呢 我记得好像 甚至还有个专有名词 说这种情况 我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 不过这事 你还是看得出来 真的是 我们的权力啊 就不受制约 就会大搞成这样 你看那个麦可 陈维扬 是吗 麦可 牧阳城 我准备找他见 老乡 老乡 你看他爸爸 你明明规定的是 政府部门的钱 不能够转进 私人企业 民营企业 不能这么转进 但是由于这个 省委书记签个字 他受益就冷 那这个规矩在哪里呢 就规矩碰到领导的时候 就是领导说了算 不是规矩说了算 你现在回头看 我们其实绝大部分的腐败 问题在哪 其实规矩都在 但是没人管 但问题是你 你自身处地 你在这个中间的环节 你是办公室主任 你是这个财政厅的 这个主任 你收到了这么一个东西 叫你把这个钱转进去 先不说 你要是抵制的话 你要是揭露的话 你完蛋 先不说最坏的 更何况 您可能也是 这书记提拔的 对啊 你今天有这个位置 也是转转的书记的 什么人 给你这个位置的 所以你看 你一权衡利弊 你要抵制 全是坏 你要顺手过去 你还在报恩 说不定还中间 还也能捞点好处 说不定中间 你跟那绑架犯一样 两千八百万 你还扣下一笔 你知道这里面就有一个 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 这个谁不做呢 这个里面有一种 就是可争议的东西 就是说啊 你某种程度上说 这个赵章办事的人 有些时候也有一些弊端 也可能变得很讨厌 就是你比方说 财政厅厅长就说 这几千万 转给一个民营企业 其实中国人是任官大 你发现没有 官比法 比规章大 就像某个私营公司 你这咱能理解 那管公司有什么章程啊 我叫老板 老板 老板 我说这样办了 那老板的话就意味着 可以打破规范 这个你私人公司 咱也不管你这个 对吧 但是呢 在这个国家单位里 或者政府单位里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 我想说什么事啊 就你记得前一阵李敖 这个事情 李敖还发飙了 就是吴思远他们 就是想让李敖 办一个这个香港的 这个那叫什么 什么什么专才啊 还是什么 就是帮你 你办到一个香港身份 那这个 我这里常常收到 那个省批材料 对对对 这个李敖先生呢 他自个儿也高兴 就觉得我有这么一个身份 也不错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香港的这个办事的 不批 就这种不是不批啊 就是按照他们这个 本本的条文啊 就是说 你有案底 你有案底 你在台湾坐过牢 你要解释 你为什么在台湾坐过牢 那家里敖这样的人 我就觉得太受侮辱了 说你们知道 我老子是谁啊 对吗 我在台湾坐的是政治牢 对吧 我是为了台湾的言论自由 我我我坐的牢 是曼德拉性质的牢 那你们这帮香港人 就是就是这种 香港不管 他只 他脑子就是什么都不懂 只有这些个教条 对吧 然后后来我看 吴思远他们那些人 有些人也说 说对于某些人物 对吧 你这个香港就不能再这样 这样照教条办事 哎 这要在另一种情况下 一个大人物 你的高官 对吧 他明白这个事情的意义和性质 说这样一个人 引入我们香港 是非常好的 大笔一挥 省略了很多 但是你看 他有时候会发生这个矛盾 咱们将去下广告 枪枪三原形 广告之后见 我常接到这样的 这个审批材料 反正那个要求专才输入 进入香港的跟文学有关的 他大概就会给一些 习主任大学的 你们来看看 怎么看看 我是说实在话 我看到有些我认识的 我就帮帮忙 反正这个香港多些专才 是好的嘛 那你说的那些规章制度 香港是是有点 有时候很讨厌 但是我觉得还是利大于弊 我觉得这个程序 就不管一个什么样东西 还是利大于弊 国内现在我觉得情况 我看到的情况 其实是有改善的 对 有现在有些人 他就会这样来说 比方说这件事情上面 疲了 这个你 你明摆着 这个事情是偏帮 什么什么 比方说你当地的 官员 你就在自己当地 打官司 等等等等 但是他们都会在说 现在这种形势下 大家要有个底线 就是说你看 为什么不讲良心 不讲理想 共产主义理想 你至少也要担心一下 王岐山到时候派一个组 风险 对不对 你不是你一个地方 你的一把手就是老板 因为你还有其他的人 可能来干预你这个 这个一把手 所以你这一个小的地方 不是让你可以为所欲为 你知道 所以我现在跟这些当官的提个醒 我就 你知道现在有些当这个中层官吏的 今天这个真是听起来的甚的话 他有的时候 跟他的上级谈话的时候 他录音 对 他在兜里 现在都搞这个窃听 就是说我可以当你这个叫白手套 还叫什么 我可以帮你干 就是王毅君之后 对 但是呢 他的上级都不知道 他跟他上级的对话 甚至是电话 录下来了 录下来 据我所知 现在好些人都在自家电话机上 你其实要小心 你知道 手机我不知道 好像录不成 不就录电话 可以可以可以 也可以是吧 在坐机上 非常容易就接一个录音笔 我现在知道 不止 不止三四个当官的 他家里的这个电话 都抓上了 这个东西 就是说他说到有些话的时候 他一按 他全有录音证据 可是我一直在想 你不能够只透过恐惧 去让人尊重规则 对规则的尊重的那个动力 我们今天靠的是恐惧 你比如说 今天是让所有的官都怕出事 但是呢 我不知道对不对 我总觉得对规则的尊重的动力 可能除了恐惧 还有别的东西 为什么呢 如果只是靠恐惧 会有很多反效果 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今天 就李克强不是就发过标吗 对这事 就很多官员不作为了 现在 不作为到什么程度 你比如说干我们文化 传媒这行来讲 你现在就很明显 比如说有些电影 有些电视剧 有些什么 很奇怪 现在送审 遇到一些情况 在地方送审的时候 就把你拦下来 现在是怎么样 这几乎是管电影 管电视 管出版的 他的最大的愿望 就是什么都不要出了 因此 你不出书 我就最没事 你补充的这个立场 相当好 这个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现在也有些 这个部门啊 吓怂了 对 就什么都不敢 他最大的祈祷 就是别让我批什么事 你找我 我就烦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就好没回事 我要决定 我就要负责任 所以 所以你不能够 只是怕出事 来来约束官员 这对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比如说我想起来 北京这几年 有几样的事 做得很好 就是说酒驾 你记不下酒驾当初 你记不下酒驾当初 我懂风 你觉得ころ心 然后我们